创造101燃爆全场,连舞蹈老师都点赞的他竟落选,太黑了吧! 人气超过偶像练习生的综艺选秀节目创造101终于收官了,最终孟美琪以C位出道,成为当晚最为闪亮的新星,孟美琪夺冠真的一点意外都没有,毕竟平时的公演中占了那么多次C位也不是盖的。 海南妹子吴轩怡也后来居上,经过人气的祈福,终于以第二名的成绩出道,作为海南人真的挺叫的,以前是陈楚生,后来是叶子,再来就是吴轩怡,说明我们海南人在音乐这块也是可以的吗? 第三名,就是争议性最大的杨超越。 曾经看过有一篇关于她的报道,说她如果能成功出道,将是对所有努力优秀的练习生的侮辱,说实在的,这姑娘小编也喜欢不起来,因为在成团业她的个人舞蹈简直太尴尬了。 不过不可否认,她颜值不错,以后要是往演员方面发展,说不定是这里面前途最好的练习生。 第四名,段奥娟,相当意外,虽然很喜欢这个很努力的女孩,但是第四名就是太难以置信了, 因为之前排名比较靠前的子宁居然排第七,而且尹尔美也才第五名。 其余成团的成员还有赖美云、萨尼、李子婷、徐梦杰和傅京。 剩下的另外11位练习生全部淘汰。 说真的,虽然王菊、高秋子名气很高,而且小编也挺喜欢这两位的性格, 但是他们被淘汰真的一点都不意外,王菊嘛,毕竟年龄偏大了,而且这也是团队出道最忌讳的事。 高秋子虽然平时很幽默,唱跳都还可以,但是颜值上确实低了点, 最主要是他公司同事还有一位徐梦杰,两人人气都不像孟美其吴轩怡都那么靠前, 所以只能选一位出道,那么颜值稍好的徐梦杰当然是首选了,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期的时候胖虎票数都比徐梦杰高出那么多, 道成团之夜反而降到16名的主要原因。 和王菊、胖虎比起来,最可惜是离子玄斗子,离出道只有一步之遥, 如果再把劲以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,估计他能稳劲。 说真的,斗子的舞蹈真不错,在个人舞蹈时,本来觉得高映希已经不错了,没想到后面出场的斗子真是率炸了他, 连黄博这个舞蹈老师都对他称赞不已,真是可惜了。 对于创造101成团的成员,你们服气吗?不服气请大声说出来。 免责声明,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若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。 另外,本文为原创作品,请勿转载。